台北市長的選戰話題是圍繞疫苗政策 由於日本即將要開放自由行 卻不承認國產的高端疫苗 所以無黨籍的參選人 黃山山就要求民進黨參選人陳時中 向國人致歉 而至於國民黨的參選人 蔣岸安是狠批說 日本政府比陳時中還要更專業 陳時中也回應表示 自己施打高端疫苗 而政府會檢討 外交部也會極力的爭取 無黨籍台北市長參選人黃山山二十四號出席 臺灣行藏外科研究發展協會 會員大會致辭 上談疫情期間與醫界積極合作 也提出長召政策 積極搶供醫師票 被視為拔撞民進黨參選人陳時中的意味 農厚 針對日本自由行將上路 國產高端疫苗沒有獲日本認證 黃山山炮口對準陳時中 應向國人道歉 江灣也狠批陳時中堅持買高端疫苗 反觀日本政府沒有太多政治考量 官員比陳時中還專業 對此陳時中還專業 對此陳時中也很批 陳時中堅持買高端疫苗 反觀日本政府沒有太多政治考量 官員比陳時中還專業 對此陳時中回應 日本不承認高端疫苗 政府會檢討並積極爭取 然後這一次大家都在開放中 我相信各國現在大家都持續在檢討 要用什麼樣的一個標準 然後我想外交部也會極力的爭取 陳時中上午出席律師後援會成立大會 讓外界傑督跟黃山山互相拔妝 陳時中除了感謝律師支持 也批評黃山山掛無黨籍參選 卻當民眾當母雞 拿了好處卻不願抗責任 記者黃子杰 張子佳 張國良 台北報導